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是中国的孤子豪九段和韩国的李东勋九段 好 这个最近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我发现 孤子豪恶霸的这个上进率很高 出行率很高 已经是好几盘他的棋了 这个韩国的李东勋九段也是好几盘了 李东勋九段 这个反正我感觉这个孤子豪啊 遇上这种感觉上实力或者说这个档次啊 比他差一点的这个棋手啊 他好像胜率非常高啊 我感觉到几乎很少失手啊 只有说是跟他这个同样级别的棋手 或者甚至像柯杰啊 深圳旭啊 这些比他还要稍微厉害一点的这些棋手啊 才能压制得住他啊 所以说这个看看今天这个李东勋啊 碰上这个力量很大的这个孤子豪 有没有会不会有上家的表现啊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盘棋的实战 好 本局棋是由这个李东勋之黑 我看看这个李东勋 有能不能挑战一下这个扼巴的地位 然后小尖 嗯 终于好像看到了一盘小尖啊 感觉这个最近这个联赛的棋看了这么多 这个飞的很多 就不说了 尖顶也很多啊 这小尖还不算特别多 嗯 然后拖了连半 打了一个这个 拖了连半的套路啊 套招 这个棋白的压一下是这种抢先手的下法啊 也有不抢先手的啊 就是在这地方就先定型的啊 立一个可以贴起来 这个图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应该啊 一爬 然后这个 断完一跳啊 然后一重 一兜吃 然后 然后一长 这个图白棋依然是先手啊 但是这个将来 反正这个地方会残留很多的变化 以后白棋这个断可以把黑棋吃掉啊 然后也可以从这边进来啊 利用这个长的先手做文章 那这个变化也是最常见不过的 但是 最近啊 我发现下这个变化的人越来越少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觉得这个黑棋这个 都吃有点损啊 然后下成这个变化之后呢 最关键将来 这个一段还 里头还是白棋吃黑棋啊 这个感觉就是 似乎觉得这个黑的 有点一夫所获的感觉 啊 所以 这个时候点的时候啊 现在更多的棋手是选择直接粘上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全新的变化了啊 走这个 然后 黑的走这个 也这么下的话 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套路了 实际上这个 白棋 固子豪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啊 压一下 啊 这些不跟你搞那么多麻烦的事情 最关键 最关键还是这点三三啊 这个三三 这个一点感觉神情气爽 好 接着看 嗯 这个黑的也是最简单的招法啊 长 长 长完之后二简跳 嗯 然后白棋尖起 这个 这个也是 点完三三之后后续手段啊 这个地方 白的 这个局部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尖啊 非一个的话 这个形状是有缺陷的啊 我们看 这个一个的话 可能会遭到这个黑棋搬这个啊 将来 然后尖了 也也许是马上就可以这么下啊 也不见得要将来 这个直接尖了一搬 然后沾上 嗯 有可能会 出现这样一个变化啊 这样的话 白棋实际上是亏了啊 我们看 因为这个 该 该 被借用的地方 都被黑的借用到了 然后自己气很紧 这个有点像 你尖一个 我们再 还原分析一下 为什么亏了 等于你尖一个 黑的挤一个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打了贴 肯定是 俗手啊 对不对 啊 这个棋怎么能打了贴呢 如果现在挤 我们一定是单虎这个啊 这样黑的什么剑有都没有 等于这个打了贴 肯定是俗手啊 之后被黑的断完 打完一搬啊 这肯定亏了 所以这个棋 白棋一般走 都是单尖 这个局部还真是没有 见过其他的下法啊 一般都是单尖 然后黑的拆一个 那既然这个白的已经尖起来了啊 这时候黑的这个再拖鲜的话 就有点过分了啊 这个白棋夹击过来的时候 你这三颗黑子 就不是当初这个 被人减三三之后 留下了后视啊 这个就是成姑骑了瞬间 所以别人已经尖了 黑的就得拆 然后白棋 再压 那这个局部 黑的一定是会搬的正常啊 如果局部要走的话 没有退的啊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不能再退了啊 再退这个形状太吃亏 被白棋压这么多下 受不了 一定是搬的啊 这个局部是有这样一个变化 搬断 然后长 然后压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 各种这样的套餐啊 先下棋就是 所以你说这个布局阶段 谁能占谁便宜啊 谁都占不了谁便宜 大家这些套餐都会啊 然后吃一个这个 然后吃 这个恐怕只好力了啊 这个要提的话 一会儿这个打上来太严厉了 因为这个黑的脚上不活 只好力了 然后这个白棋接下来是走这儿 还是走哪儿啊 这个就不一定了 啊 总之 这是这个局部 白棋压之后 接下来一系列的一个变化 那这盘棋黑的是并没有搬啊 但它也没有退 它是直接选择了拖先 嗯 大概这个 黑棋觉得 哎 现在这边可能是双方消长的这个要点啊 所以 这个压着我 反正我这个脚是活的嘛 这边我也不着急 先不动 先压一个 嗯 然后白棋扳 黑棋扳 嗯 然后连扳 这个连扳 看着就是还不错啊 这个围棋控来很舒服 然后大吃 双方各有所获啊 白棋是把这个地方的潜力啊 直接是给实地化了啊 实地化了 那么黑的呢 是把这个地方的潜力又扩张了一点 嗯 并没有实地化啊 黑的这些都还谈不上是实地化 因为白的随时都可以 这个掉进来啊 所以黑的只是又扩张了一些 同时呢 他把白棋的这个发展潜力给压缩了 控制了一下 虽然让你实地化了 但是你就没围不了这么大了 啊 然后我想多了啊 这部棋 这部棋 我并没有看起步 我是感觉是走这个 又低估了这个恶霸的能力啊 直接飞到这里 一子两用 啊 这个 这厉害了 他觉得这个地方 我不用补了啊 只要你挣不掉我这颗子 你这颗子 就是废的啊 确实 现在白棋在左边这一排 后势还是很厚的 但是飞到这里 看看黑的怎么办 李东勋同学异常冷静啊 那这个 恶霸要继续发力了 啊 这部棋是有预谋的 我现在发现了 他这一贴之后 我看懂 因为他一开始 为什么不贴呢 这个贴他斑 然后 如果白棋断的话 黑的这个打了压 他觉得很不舒服啊 这这边要针掉你 这边要针掉你 你现在要两边都防 你要么就 这个地方打一下 嗯 这样的话 可能黑器这样打两下啊 他觉得这个太损了啊 有可能 这个生肢有可能要死进去 那如果是搬这个的话 遭到黑器一反搬 他觉得也不好搬 你这 跑这个的话 我这把你这个抓了 虽然这个你可能不一定死 但是这个花被抓了之后 这个 对这个外头的这种影响力啊 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他先续一个啊 其实这部飞 一方面是 把这个真子防住 另外一方面 他为这个下一步贴 做好准备 啊 这里 古子豪 不是这个 李东勋显然是没想到啊 不然的话 他现在可能 这个跳 防一防算了啊 防一防 或者是他 意识到了 但是他觉得不怕啊 这是两种可能性都有 这个具体 这个他怎么想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啊 好 但是 不管你怕不怕 但是恶霸肯定是 既然已经计划 已经制定好了 那就要实行 挺长 跳 哇 这个 这个飞压 这个位置还是 很很不错的一个 一个位置啊 各种真子 全引到了 现在这个跳 这个也真不掉 嗯 这个 看 古子豪下棋 他总是 总是有办法啊 把这个平单的局面 调出 调起这个 试端啊 然后 从而让这个局面 进入他比较擅长的 这种领域啊 中盘作战 看看这个 李东勋同学 今天能不能抵挡得住 一靠 朴实乌华 靠了一长 接下来这个 马上有这个 袜吃了 一恰吃了 这个手筋 黑的形状有点难受啊 不为所动 因为这个 袜吃了吃 呃 白起也 不能轻易的 施展这一手段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可能是 需要到 做活的时候 再用的啊 看起来很爽 黑的这个 是不能提的 这提一充吃 就打死了 然后只能吃这个 看起来很爽 但是你这个 起走完之后 接下来这个 黑的一靠 你这个脚上 这个木树很受伤啊 非常受伤 所以这个招法 暂时不能用啊 这个属于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招法 我们先先留一下啊 但是这个棋 就是说 白起将来 一旦有死活问题的时候 这个吃了提 这个先手 对于做活帮助 是很大的 这地方 基本上就 多出一个只眼来 好 诶 这个棋 黑的压了一下之后啊 这个白的这个招 一会儿就可以来了啊 因为我们看这个靠段 白的可以吃到里头去了 现在白的这边厚了 但是暂时还是不着急 我觉得 对 因为该是你的 总是你的 这个不着急 搬头 继续扩张 扩大自己的眼位 同时这个压缩 黑旗的实地 而且这个扳道之后 我们看这个提完之后 黑旗这里头 这个空啊 其实味道不是特别好啊 有一些怪味 但这黑的也是很凶的啊 感觉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一旦被白旗下来 其实黑的里头 味道是很饿的 这个形状 但是李东勋觉得 管不了这么多了啊 他觉得 这样的话 被白旗这个一边搭着小房子 一边在黑旗的这个 视力范围之内 活动自如啊 他觉得有点心有不甘 觉得你这个欺人太胜了啊 一边破着我的空 一边自己还围着木 同时 这五颗黑子还 还没有说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是来了不抢手啊 大飞在这里 这只是步子 但是这个抢手 我自己也有个破绽啊 我们看看 好 把他拐 好 果然是要贴住这个黑旗的气 那肯定要搬了啊 结果我想多了 看来搬他是怕断 这里虽然味道不好啊 但是一时半会想出旗 这些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白旗自己气也很紧啊 自己气也很紧 而且这个次序不好操作 如果先断一下的话 又很损 但是如果你先不断的话 一会儿断 有可能断不到啊 因为这两个黑子是可以让你提的 其实如果断到一长 这个下法杀伤力还是有的 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没敢下啊 这个长一个 打了一跑就死了 那就是说这个断的时候 已经不能要了 这样的话 他觉得这个损木 这两个提通了 没什么了不起啊 可能是觉得这下太损 而且这局部没有后续手段啊 那就是说这个旗 你要想搬下来 你得先断一把 但是这个的话 黑的就缩回去 你这个将来这挖持的手段就没了 所以实战 连哥爸都觉得放弃了 觉得没必要 可能是 尖一个 哇 这个时候尖被唬下来 那这黑的就不太好办了呀 因为你如果去断它 吃它一记反断的时候 这个要哭出来了啊 这两个字 还有可能被提通 要不然就下面这三字 要不然就是转换啊 转换白了肯定不怕 我现在开始有点理解 他为什么要跳这个 他觉得你如果敢长 他要从这里尻出来啊 这个 很凶 这好像有猴 猴不行 看错了 我以为猴一个好手 那就是粘上 那我再扳 这个黑的是有点危险啊 因为这个白旗这个真子有力 已经逃不出去了 有可能这些颗子 因为接下来这个瞻是先手 由此看来的话 黑的这部大飞还是有破绽的啊 步子卖太大了 早知道小飞也算了 这个现在我估计李东勋 这部棋 没想到 白旗这么简单的管弯一跳啊 一虎 就不敢断 只能粘回去 我们看现在这个白旗很灵活啊 这先手虎一把 木树已经大得 这五颗子瞬间就 就很轻了啊 开始继续 往这个黑旗的阵势里头游走 然后黑的虎 挡住 这白的真的是很猛啊 这难道这块旗没有危险吗 我们看一下 莫非有这种手筋 好像 好像不一定成立这个手筋 我们看一下什么回情况 现在先断了一个 吃 还是有 还是来 看下这个手筋是什么状况 冲 因为这个旗它不能把这下打掉 我们看 这下打掉的话 这黑的这个地方 有一单冲啊 这个白旗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气正好被拐死了 这紧气也紧不住啊 紧气就直接吃死了 这有一冲 所以它是要留着这个打 它是要从这边打啊 气子 然后让自己联络 沾上 冲 然后打回来 看来 看来这个 早就是谋划已久啊 白旗这个下法 这样的话 就是通过气这五个字 但是这个成功的把旗筋吃通之后呢 白的这块旗也厚了啊 同时 同时黑的这下头 这个潜力几乎也就没有了 感觉这样白的还是蛮成功的啊 黑的这个形状不好啊 说明了当初这个气 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个破绽 那黑的这个虎段 我觉得并不便宜啊 并不便宜 可能还不如单段一个算 单段别人就长 也是有点 有点痛苦 在这旗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黑的本身这个地方 随时就能把白旗断死啊 你实战 还是只是把那个旗筋吃通 但付出的代价 有点太大 要不然这个旗就靠完退一个呢 白的一飞 形状也不是太好 它这个 那这个时候干脆把这个断了啊 看了半天 我发现这个旗不如断了得 它实战那一串交换 并不便宜啊 把白旗撞太厚 它这一段的话 本身这个也厚了 而且木属还比实战还可能还稍多一点 好 看一下实战 打吃 站上 嗯 实战这也是没办法啊 这个旗如果去补上头的话 这个被白旗拖了 打了一连班 这个木属也是 做活的同时也是捞木 而且这形状还不好 这三个子我一件是吃得住啊 所以它还是选择钉了一个 好 挤 这是没什么变化的 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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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掉 好 下到这一步之后 这个提并没有提 直接打在这里了 我们看一下 很灵活 它觉得这块旗已经火了 如果黑旗粘上 嗯 这个旗活的感觉也不是很轻松啊 扳户 好像活的也没那么轻松啊 这有点没看懂啊 活肯定是能活的这期 但是 走个一个这个 一个金键手金 或者是直接煎这个啊 活肯定是能活的 但是黑的这样不便宜吗 活再粘上 还是说白的会先把这下提了 然后再寻求这个打结火 嗯 这个有点一时半会儿没看懂 有点一时半会儿没看懂 飞一个 拖这个啊 拖 飞这个本身能进火大概 但是我觉得黑的分断了 还是有价值啊 白的只能这么火 上手筋 这样它在跳 这个分断一把 难道不得吗 而且白的这个拖 虽然是手筋 但是木术是损的 我说是损 实战并没有 并没有沾啊 打的时候就 跳二 然后提 东勋同学是顺利的这个转为实地化了 把这个棋 彻底实地化 但是这个棋说实话 他想跟白棋比实地 还是有点困的啊 白棋是上来这个捞的挺猛的 现在 又抢一个先手 再把这个脚捞回来 跳 再一飞 嗯 这个飞是吃这颗子的一个局部最佳啊 因为你如果挡的话 人家搬了一虎 很容易就做出一个打击 搬了一虎 很容易就做出一个打击 所以这个 飞一个 还是可以的 那如果现在这个脚 就算这个死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 现在全盘白棋 这个空应该还是可以的啊 这一串这个桎梏 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看一下这个木数啊 十四 二十 二十七 三七 三百四十四一 四三 四四五 五十五 六十二三木棋 白棋的话 八 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 二十八 三十八九 三十三一 三十三 三十七 四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加这一块 哇 这个白的六十多 白的好像盘面都要好啊 所以这个 其现在黑的接下来 这个脚肯定是不能让这个 不能让白棋很轻易就 就吃掉了啊 必须要想想想办法 哇 我这个刚说完 它怎么就放弃了呢 这如果尖呢 然后 或者是直接脱了连半 这个是一定能杀得掉吗 脱了连半 我们最常用的是打了打 但是这盘其实你打了打 背黑的一粒 肯定是杀不掉了 你只能糊着了 然后黑的一尖 所以这盘它一定是得从这里打 打完粘上 我们看 然后走这个 我们再并 这样你粘这个 我挡这个 你冲这个 我断这个啊 这样是可以杀的 就是说 黑的如果现在在尖的话 白棋就算了 白棋就从这里冲 然后黑的冲一下 其实这样我觉得黑的收获也还可以啊 冲了斑 这个脚虽然没有全破 但是破一半也还是有价值啊 这个旗而且它现在实控确确确实实是落后的 这个手段不用 有点 不太懂啊 脱了连半好像是没有变化 只能吃这个 吃这个被一粘就已经搞不定黑气了 黑的这随时尖一个形象 只能吃 只能吃 然后 然后 然后沾上 先冲这个 而且还可以 哦对 还可以先冲这个 这个也一样 这白的搬这个 白的不能挡啊 这个起来 挡的话可以打吃 这个事情就搞大了 也不一定 然后冲 看一下 好像这个黑的杀器也杀不过 白起就延弃 有一杀 这个对杀 立一下 因为这个脚步特殊性 本身是正常收拾慢一气 但是利用这个脚步的特性的话 有点复杂啊 这个起啊 顶完之后 自粘 好像死还是黑 白起 黑起死 死还是黑起死 杀不过 那就是说 这个冲是不行的 只能下我刚才这个尖啊 总之这里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或者是它冲完再尖也行 这个问题都不大 白的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这个 利和这外头这个断尖合了 白的只有冲下来就断 我觉得这样很成功啊 不知道这个怎么想的啊 不动了 这个脚 从外头点 那这黑的肯定要补一个了 白的肯定要补一个了 果然 这个白起是一秒都没有犹豫啊 直接定连这个压都不压了 他怕压的时候 你又后悔了啊 那这个脚吃住的话 黑的这个木树 怎么去跟白起抗衡呢 我们来看一下 贴起来 因为实际上 黑的看似这个拆三根 白起二路扎钉交换 很便宜啊 但其实 黑的这个拆三锁得非常有限 因为白起现在这里特别的厚啊 提到这之后 这个打吃还先手 你实际上这里想唯控 真的几乎没有什么空 以后还一路大飞 所以他这些贴 我觉得方向都是很有问题的啊 是在帮帮白起走起 这白的这个脚越吃越厚 心里头越来越踏实 刚开始这个飞的时候 应该是 心里头应该是没底的啊 觉得这个鞋到底 能不能 能不能吃住这个脚啊 心里头没底 啊 这个 吓得有点问题这里 我们接着看 啊 这个 恶霸还不放过你 先点一下 然后粘上 这个鹅霸这个不长了啊 他觉得这个脚已经性白了啊 然后开始 占你的便宜来了 嗯 这个回合 这个黑旗这一串 有点不知所云 不知道在干嘛 走了半天 确实没走到木树啊 因为这盘棋中间地带实在是没有价值啊 不毛之地 全是全 全没有价值啊 走半天可能还不如白旗搬了场 为了空大 嗯 他一搬 白旗一飞 这个白旗全下在地上 然后这个黑的拼命在中间走啊 这个 李东勋同学 我只想问他在干什么 唯一自慢的就是 一会儿这两颗子啊 含在嘴里随时可以提起来 但是并没有太多价值啊 这个地方五个子已经那么厚了 这再来个硅甲 没有用啊 后上加后 打吃 飞 我们先看看这个 点一下的意图 就是为了逼你打吃一下吗 还是说这个 就是逼这个 黑旗打吃一下啊 这样白的这个 后 彻底变成后势啊 而且他觉得这下木树 微亏一点啊 亏的不多 一会儿跳一下你 先手 再把这个提回来 把这个旗白旗空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片加上这个大角 这个大角现在围出了 十二十三四十二十二十二十五目啊 我记得刚刚好像是什么四十九还是多少 这一下这个白的七十多目 这空太多了 而且这个字有了之后 这地方二路还能点进去 哎呀 所以像这种局面 其实真的是 就是强木 黑的这招点 真的是很遗憾啊 我觉得像这种手段 对于李东兴这样的棋手来说 肯定都是很熟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用 还是说他判断这个棋 形式是不错的啊 然后这个次序也很意思 搬完再冲 也不知道是不是棋谱错了 还是就是这样啊 卖个破绽 本来冲了再搬就没变化啊 非要搬完再冲 打了打 这个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关子手段 牵手便宜 然后再飞到这 这个飞感觉是不大棋啊 就如果白棋没有办法反击的话 这个飞会让白棋很难受 拱一个 恶把说我一点都不难受啊 白棋这个木真的是撑得很满啊 就是黑的想占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然后再虎这个 那这个棋马上就要进入关子了啊 进入关子了 这里这个飞确实是被防守的很好啊 如果搬了场的话 我们看看 搬了场白棋就脱先了 有痛苦的地方 飞就吃一猴顶 这也不敢往里藏啊 往里藏拐出来 这肯定是死的 这个地方太厚了 没什么用 靠下去 对方就藏一个 一会儿这个扳还牵手 这已经出不来了 死进去 就搬住 断就长啊 这个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啊 诶 对 这个沾还牵手 确实是没用 这个插得太多了啊 长我就冲了断就行 这沾还牵手 白的这个气是很长的 沾布线上都不一定有气 哎 这个不太对 不太对头 然后是猴顶 那这两招交换 没有想象中这么这么愉快啊 白气是把木拳给撑住 然后白气点 这只能沾 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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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 那黑的在爬脚了 应该是 白气扳 哎 这一会儿这个白气 封住黑气是个先手 我看这个 李东勋这般气 如果 就是最后输的话 他就输在 一门心思要围着个空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 怎么回事啊 是哪根筋 越带不对头 一门心思围着个空 你看这花了多少手气啊 这个 逼了贴了 又搬了一手 又唬了一手 又尖了一手啊 现在黑白气好像 拐吃心上直接飞到这儿 应该可以 这个跳应该是白气的先手 没有跳到啊 意外 这是个什么操作 这个跳如果是后手的话 那也不是很搭呀 我一直算白气这个先手 我以为一挡总是有棋的 发现团柱 也不见得有棋啊 走这个他就点 看一下 好像还是有点棋的啊 我们再看半毡 这样 挤 这还已经 已经爽火了 已经爽火了 有棋 就是说黑的现在 可能是意识到 时空不足了 这个棋撑住啊 不补 白的是有个这样的棋啊 搬了 做一个大截 稍微损一点点的截啊 近乎 近乎无忧 稍微损一点点 那黑的现在是不管了啊 他觉得 所以他为什么要唬这个 他唬完之后啊 这个地方有一些节材啊 伸出一些节材来 不然其实本身这个虎并不是很大 他肯定应该围这个 他就说这个地方虽然有棋 但是是打结 我可以先先放一放啊 撑一挡 那这白棋也是不着急动 刚才我说的这一飞来了 这真的是没围几目棋 你只能缩回去 先打一下 那顶持 这个恶霸也 也 不知恶霸有个人 这个他只能顶持啊 冲 退 再冲 跳 看这个白棋是 这下拐持 始终不吃掉啊 一直是保留 他觉得这下俗 因为他觉得这样连 不管怎么连都会有破绽 这样的话 这个挤线手 这样的话 这个点线手 他不舒服 他一定要单挑 如果你要这个点掉的话 我这下就不吃了 我们就从这个细小的地方 可以看这些顶尖骑手 很追求啊 在这种小的局部 看上去 可能差不了几目棋的地方 非常追求 嗯 板毡 这个时候 白棋这么追求 黑的难道没有一种 气和氧转换的感觉吗 这中间这五颗子 我们看看 这个气如果挖 沾上多岸 感觉这一柄吃的也不小 嗯 除非这外头这块气会死 危险性确实是也是有一点 这一飞好像不太好对付 就是一边这是要吃你这个 一边这要搬了连搬 得上这种招 好像也能扛一扛啊 这个棋我觉得这时候黑的可以考虑啊 其实这个恶霸这个棋 有必要这么细腻吗 我觉得形式挺好的 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那么细腻 它这个棋说实话 它既然要保留 它不如单退呢 这个形状 这个这样的话 黑的绝对不可能这个重断 这重断这么提了 冲出来 那这个针真是要死啊 这个肯定不可能 诶 看看什么样的 这样的形状 但是这个棋有个问题 我发现 如果我去下的话 这棋搞不好被逆转啊 这个黑的好像可以走这个 整体吃这个白棋啊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它要调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个棋是不成立的 棋我们可以吃这个 还是很细腻啊 恶霸就是恶霸 但是我觉得黑的现在 无论如何啊 不管这个白棋是不是迈个破绽 你得抓住这次机会 我觉得是 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实战很冷静啊 那我们看 从这个拆三开始走了 三手棋啊 我们看以后 为了多少 实际上 一共为了14摩 所以就是当时我就说 这个棋 李东勋有点着摩了 他这个里头 怎么弄一下都不止 这点摩 这三手棋 一共搞了14摩棋 这个棋白的这个打结 打结火也不搞了啊 看来是 觉得这个形式已经是 稳得不得了了 不过看这个进程 也的确是这样 本身这个地方 开始这个转换 白棋把这个棋进提通 我就感觉白棋还可以啊 然后紧接着黑的这一串 我觉得实在是太糟糕了 下了点了 贴了扳了 贴了 没有走到任何的木啊 所有大的 我们看都被白棋走到了啊 这二路跳也被白棋跳了 这个点了爬也走着了 这边也围住了啊 该围的地方也围住了 黑的什么也没走着 所以现在这个白的觉得挤一下 已经够了 木树已够 这个都是白棋全力立完一半毡 那这个 当初这个跳确实价值也不小啊 就算不出棋的话 我们看如果跟黑棋虎一个比 这黑棋就差六亩 白棋差三亩啊 九亩棋 或者九亩本身也不小 而且当时跳的时候 他还是 其实意图还是想威胁一下黑棋的 结果黑棋走了这个之后 他发现黑棋节才挺多的 算了 而且现在这个 空也多了 这个李东勋是 是这个考验一下 孤子豪的神经 这个里头看着 味道很坏啊 先提一个 这个也就有点吓唬别人了 本身这个提价值 非常的小 一二三四 后手五摸啊 这大了 外头大了太多了 这就是形式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很契合的下一些棋啊 我看你补补补补 你不是形式好吗 但是他今天这个恐吓的这个对象不太对头 孤子豪 这个绝对是不管你的 恰致 然后 恰致完之后是 果断的捞一票 果断的捞一票 然后黑的 大吃 一票 跟孤子豪同学来这些 好像确实是没什么用啊 完全没有用啊 这里头我们看 他本来是想跳 是想白天走 这个的话 是不是将来还有点收气什么的 结果发现白在充斥啊 白这地方就 最朴实的 然后就挡住啊 什么也没有 什么气也不用收 那等于这个 后手五摸就走了一个 这完全就是自杀式行为了啊 这个打拔是至少是有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或者十摸啊 这一出一入就 这一个回合的交手就白亏五摸 反正他现在觉得也无所谓了啊 空总是不够 最后还有个发力点 长弯一冲 这个这是黑旗的本局下了这么多手 我觉得唯一比较愉快的地方 就是直接往先手沾一下 然后冲 然后挡 然后这个档其实也是本局的最后一手啊 本局最后一手啊 我们看一下他冲完之后不断了啊 肯定是断不成立 不好意思在下 我们看 白旗就打了一段啊 应该是很简明的一个旗 不然的话不会这么 这么爽快的就认输了啊 诶 好像我怎么看着有点复杂啊 白黑的这块还没活 我这现在这个 这个思路只捋过来了啊 这个这块还没活 那总是不行的 好像悬念也不大倒是 你走这个的话 我这 吃两下啊 或者这骑一开始就直接都吃掉就完了啊 一阵吃 这个最简单 对 这个没有 没有任何用处啊 白的这个飞其实都任何时候都是先手 那块还没活 这个钻是绝对没有用的啊 所以直接认输 那我们看一下之前 他如果不提那个啊 到底这骑是差多少 为什么就丧失斗志了 这个提其实等于 也是等于是找个台阶认输 正常的话 他要收哪个呢 这个 侯一个是逆收 一二三四 五 逆五 那他现在肯定是收这个后手十木打 嗯 白旗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以掌木啊 这个长调 这个交换调是不会亏的 那白旗收这个 黑旗把这提了啊 中央其实没有太多木 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旗呢 不好肯定是不好 黑旗但至于差多少啊 这里 91011 21 31 441 51 5253 545 565758 5666 6363 646 667 689 77 7274 75 76 嗯 嗯 这两个可能不一定有 因为你排的这个非是选手 我老忘 78 721 2345 6 789 10 2021 223 2425 262 加8 331 32423 3436 37383944151525354 64667 6869 777879 确实是差距比较明显 那这种差距的话 确实找个台阶级认输 也可以理解 盘面差不多 盘面差不多 还该摆起下 确实是输的比较多 所以找这个台阶级 那这班旗我们看 这个一上来啊 还是在这个作战这个地方 被这个 恶霸找到了他的这种 挑起战机啊 找到了战机 这种中盘这种 战斗的这种定型啊 能力确实强 这个没有 没有办法可以 说是这个不是说是 只是我夸奖他 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我们看这个定型 被挑起这个战斗之后啊 这个这一串的定型 这个转换很灵活啊 走完之后 确实白旗已经稍微占一点 优势了 我觉得这个这个旗 那黑的最关键的是 这个点啊 这个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无论如何不能点 我觉得 我们看实战这个三手旗 围了13亩啊 这有点走火入魔 当时这些旗都还没有 其实当时局面还是上早的 虽然说 这一串旗下的 我个人也比较欣赏 但是我觉得 局面还是很早的 我们不能这么 这么快就自暴自弃 对不对 这个时候拖这个 甚至我刚才再看 尖一下再拖 都有可能啊 当然单拖可能更好 单拖更好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啊 只有打这个 我们看如果下成这样 这个形式就大不一样啊 这里刚才13亩齐嘛 即使白旗拆一个 这里全算上亩 也就89亩齐 就差20亩齐啊 我们这一边 已经可能差20亩了 这黑的跟后面比 黑的后面这块只剩5亩齐 现在我们看这个 这个爬没有啊 1234567亩 167亩 这白黑的多了 10多亩齐 白的少了 这已经20亩齐了 而且黑的 这还该黑齐下啊 后面黑的这地方连续走齐 这个是明显好 很遗憾啊 这盘齐 这个又印证了我 这个 这个讲期前 跟大家说的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顾子豪 我发现他 对这种 像李东逊这样 肯定是 实力比他 稍差一点的 这个棋手啊 想赢他很困难 而且你看这个旗下的 就是通盘 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 这个 这个很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反而其实 柯杰有时候还 还会被爆一爆了 但是顾子豪好像很少被爆了 很少被爆了 这个确实下的好像这个中盘 这个战斗一战之后就 这个锁定了这个局面啊 确立着这个优势 然后黑的又祭出一个还手之后 这个马上这个就就变成顺势了 这个优势啊 就把这个很稳 很遗憾 今天这个李东勋 真的是一点冲击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啊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的正常水平 我觉得 那最后这番棋是 顾子豪九段 直白 中盘战胜了李东勋九段 恭喜顾子豪 那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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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